嗨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介绍中文的基本笔顺 总共我整理了十个 第一个 恒 那我会给同学做一些这个例子 恒就像是一一样 那比方说一二三五很多 那可以请同学在这一课里面 找出几个字有恒的笔顺 然后填进来 第二个是素 数 数这个笔画也是常看到的 比方说中文的中啊 串啊 诗啊 老师的诗啊 很多都有这个数字 也是请同学写三个 下面个是撇 撇 这也是常会看到的 比方说人就是这样的一撇 和是利益的利 酒这边也有一撇 共这边也有一撇 下面个是那 那是往右边去 那有那的字 比方说人啊 大啦 拳啊 和啦 这些都是有这样子那的 也请同学写三个字 下面是点 像是个 dot 有点的字 有点的字 比方说 碗 或是主人的主 或是寸 这边看到 也有一点 或是煎饼的煎 下面这个点点点点 好 那也是请同学写三个 三个字 下面是横钩 下面是横钩 你看是倒过来的这个钩子 横钩 比方说 这个 紫这个上面这部分 横钩 像这个也 也是一个钩 他 这边也有个钩 这平安的安 这边也有个钩 这是竖钩 竖钩 比方说 门 这边一个竖钩 木 这边钩起来也是可以的 寸 或是对 这边也是钩起来的 横折 有横折的字 比方说 口啦 或是日啦 或是木啦 或是固然的固 你看都有这样 横折 横折 这个 撇点 撇点 也会常看到 这边 然后再一个 往这边 这边这部分 女 或是安 这边也有一部 这 爱 这边也有个 撇点 妙 这边也是撇点 也请同学 写三个 最后个字 是树 弯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字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字 不过我是找最常见的十个字 十个笔顺 比方说这个毛 或是色 或是这个路 这边 都是这样 竖弯 钩 那也可以请同学写三个字 好 把全部都整理起来 这有十个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一页 假如是在上课的话 在课堂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印好这一页 给学生做 我会把这个答案分享给大家 那同学呢 你们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你要不是用的时候呢 比方说这一页 你想要把它 这个专门存档 这个这一页的话 你就可以用file download s ping 那就可以存一页了 这样的话 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开来 直接用了 好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完成了 好 好 谢谢大家